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下午台风中心到达巴尘海峡以后 强度就一直在减弱 到目前为止 今天清晨五点 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 已经从150公里 缩小为120公里 十级风暴风半径 则从40公里缩小到30公里 而在清晨五点的时候 已经来到俄罗安比南南西方 大约210公里的海面上 预估未来会往北北西 再往东北的方向移动 但是移动的速度会越来越慢 而台风它现在到达的环境 就像昨天所预估的 不适合它发展 所以台风在未来向西南方近 海靠近的过程中 强度还会在减弱 目前我们持续发布 台湾东南部海面 巴士海峡 东沙岛海面 以及台湾海峡南部的 海上的台风警报 陆上警报区域则是 恒川半岛 屏东和高雄 就海面上来说 我们清晨到目前为止 小琉球的浮标 台东浮标 鹅卵鼻浮标 都已经观测到将近三米的长浪 预估今天 在这个东南部沿海 西南部沿海 绿岛南雨 澎湖都还是可能会有长浪的现象 而且长浪的情况会持续到下礼拜二 至于在风浪的部分 在浪的情形 东南部海面 巴士海峡 以及台湾海峡南部的浪高 我们预估在今天会增高到三米 尤其恒川半岛随着台风靠近 还会有四到六米的浪高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风的状况 在风的部分 期间随着台风逐渐靠近 在沿海开始会有强震风 我们预估今天早上开始 在基隆北海岸 马祖 恒川半岛 另外今天下午开始 在屏东沿海空旷地区 绿岛 蓝宇 澎湖 甚至之后的其他地方 会有八到九级的强震风 而晚上以后 随着台风逐渐在靠近哦 恒川半岛还有九到十级强震风 因此这些地方 我们已经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提醒 作业要特别的留意 至于在台风的部分 从昨天到今天 我们跟大家说 这个台风的特性 就是它的强风豪雨 是集中在它的暴风圈之内 我们从雷达回坡上 也可以看到 目前比较明显的降雨云气 也就是比如说 比较暖色系红色 这些降雨的雷达回坡 它还是集中在台风的暴风圈附近 所以虽然外围的云气 逐渐地进来 但是目前造成的降雨并不明显 可是未来 台风将会缓慢地从北北西 往东北的方向 一直到明天清晨 还在接近我们的新南部近海 所以今天一整天 在一泼泼的云气靠近过程中 我们预估花莲以南的地区 平东以南地区的降雨会越来越明显 尤其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将是这些地方的降雨最明显的时段 今天我们像刚刚提到 花莲以南到平东以南的地区 降雨会持续越来越明显 其中台东横川半岛 以及平东的山区 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花莲地区平东的平地 则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至于其他各地东北部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其他各地也是断断续续 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而这样的降雨情况 要到明天台风逐渐接近到 西南部近海 它的强度会逐渐减弱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它减弱的状况 以及它接近的情况而定 再看明天以后的降雨 是否可以如我们所预期的 在明天白天下午 以后会逐渐地缓和下来 从前到今天所看到的资料 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对台风的预报路径 质疑依旧比较分歧 这是今天下午 台风中心可能经过的地方 这则是明天下午可能接近的地方 预报路径在今天到明天 大家现在是比较一致 就像我们所采取的预报一样 会比较缓慢地往北北溪 往东北的方向移动 但是明天它的移动状况 则会是整个太平洋高压减弱 以及台风减弱以后结构 它们的交互作用而定 如果说台风它没有像我们所预估的往东北的方向移动 那么天气状况和我们预估就会有些差异 如果说它真的在这边停下来 然后未来它的强度减弱得很明显 它开始往西南方向移动的话 那整个强风的状况会集中在整个台风的暴风圈之内 不过台东 屏东 恒春的雨还是会持续的明显 所以不管台风怎么走 今天台风就是在接近我们的过程中 我们要提醒瑞岛南域 台东 恒春以及屏东朋友特别留意 尤其风和雨在下半天以后会越来越明显 那至于台风它未来的状况 其实我们还要观察到甚至要到明天清晨 如果它的预报的状况和我们目前预报有所不一样的话 我们会调整我们的预报提醒大家留意 一样提醒大家台风在接近 海面上最后活动还是要小心一些 而从事任何活动要参考我们最新的预报 以上是今天早上的台风说明